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补蛇者的悲惨结局 山脚下的村庄里 有位宋先生 他非常擅长补蛇 经常到山上抓蛇 卖给村里的商店 或是直接杀掉 宋先生 你来了呀 你又从山上抓蛇回来了吗 是啊 你看看这里可以卖多少钱 哇 这么多蛇呀 哇 宋先生 你真的很厉害呀 那是当然的呀 宋先生捕蛇的本领 可是家喻户晓的 宋先生 今天总共八条蛇 这里是今天的钱 宋先生 宋先生捕蛇卖蛇赚了不少钱 因此 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裕 村里的年轻人感到非常羡慕 于是便决定拜他为师 学习捕蛇的技巧 你看宋先生 赚钱多轻松 上山抓几条蛇 就能卖那么多钱 你要是觉得容易 你也可以去山上抓蛇来卖呀 就怕到时候 你没抓到蛇 却被蛇抓走了 喂喂 你不要以为抓蛇很简单 其实抓蛇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任何人随随便便就能抓到蛇 那我们也不会花那么高的价钱收购了 嗯 就是说嘛 你要是有宋先生那样的本领 就上山去抓 要不然 还是老老实实的种田吧 宋先生又不是天生就会抓蛇 他能学的会 我应该也没问题的 是啊 你们可以 去跟宋先生学捕蛇呀 等你们学会了 也可以上山 抓蛇来卖了 嗯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可是 宋先生会将抓蛇的技巧 传授给我们吗 怎么不会 宋先生 无儿无女 孤家寡人 只要你们很真心诚意地跟他学 他一定会教你们的 两位年轻人 两位年轻人 带了一些礼物 到宋先生家拜他为师 宋先生收了这两个年轻人做徒弟后 将他抓蛇的技巧 请囊相授 半年后 宋先生的徒弟们 学会了一些抓蛇的技巧 于是他们也会将抓来的蛇 卖给商店来赚取金钱 看来你出师了 这阵子抓的蛇越来越多了 多亏了你当初提议 让我们拜宋先生为师 要不然 我还真没想到这条赚钱的门路呢 你们两个人 现在或多或少 都能抓到一些蛇了 不过还是没有宋先生抓得多 要不然 他怎么能当师傅呢 我们能抓到这么多蛇 已经很不容易了 蛇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好抓呀 你还是得多跟着宋先生学习呀 是啊 等我技巧成熟 捕蛇发财的时候 一定请你吃好吃的 呵呵 好的 我等那天的 原来捕蛇竟然能赚那么多钱呢 当然了 小伙子 你想不想和村里的宋先生学捕蛇呢 你看 刚才那位年轻人才学了半年 就能独自抓蛇 就能独自抓蛇赚钱了 妈 你听到了吗 捕蛇可以赚很多钱哦 我可不可以去和宋先生学捕蛇呢 不行儿子 你可不能去做那种 行大恶的事情 啊 行大恶的事情 捕蛇怎么会是行大恶呢 一切生物的命都是不可以杀的 杀了就是行恶 尤其不能伤害龟蛇的性命 若是无缘无故的杀死了他们 那就是行大恶 必定会遭到残酷的报应的 妈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 是啊 那都是学佛的人说来吓人的 如果杀蛇真的会遭到报应 那宋先生常念杀蛇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那只是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果报必然会降临到他身上 你要记住 以后再也不许提学抓蛇的事了 呃 好吧 这一天 宋先生又带着两位徒弟到山上捕蛇 走没多远 他就抓到了一条眼镜蛇 他很高兴 便用手抓住蛇头 让蛇绕着他的手背 然后对徒弟们讲解蛇的构造 哈哈哈哈 竟然是条眼镜蛇 这种蛇可是非常值钱啊 哎呀 师父 这种蛇的毒性很强 您可要小心哪 哈哈哈哈 毒性强又贼啊 只要我们了解它的构造和习性 还是一样能抓到的 师父 您教我们如何捕捉眼镜蛇吧 是啊 师父 您教教我们吧 没问题 你们听好了 你们看 眼镜蛇的前端有勾牙 勾牙之后往往有一只树莓细牙 当宋先生讲解时 不自觉地把蛇头朝向自己的脸 突然间那蛇喷出了一口毒液 直直地射进了宋先生的眼睛 当时他痛得满地打滚 啊 好痛啊 眼镜 我的眼镜 啊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天哪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村里的人都说 宋先生是遭到了果报 双眼失明的宋先生再也不能捕蛇了 于是便由徒弟们轮流照顾他 你是去帮你师父送饭吗 是啊 自从师父的眼睛瞎了以后 他再也不能捕蛇了 他整天躲在家里不愿意出来 我看你师父这是遭到了果报啊 你以后也别再做那种行恶的事情了 是啊 我父亲也是这样说的 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山捕蛇了 过没多久 宋先生杀蛇的果报 又再一次地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肛门出血 大小便失禁 裤子里全是屎和尿 整间房子都散发着恶臭 几天后 宋先生便痛苦地死去了 村里的人把他葬在他住的那个山坡上 在博物馆里收藏着一片美丽的翡翠菩提叶 它晶莹剔透 翠绿玉滴 没有丝毫的杂质 最为奇特的是 在这片菩提叶中 可以见到清晰的脉络 天哪 好漂亮的菩提叶啊 你们看 上面还有清晰的叶脉 简直就像是真的一样 是啊 能雕刻出这么逼真的菩提叶 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片翡翠菩提叶 并不是工匠雕刻出来的 难道它是天然形成的 也不是 我说这片翡翠菩提叶的故事 给你们听吧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有一户贫苦的人家 他们一家 靠种地为生 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天气好热呀 为什么它不需要卖力的工作 就有那么多钱 而我们天天从早忙到晚 却连饭都吃不饱 儿子 这就是命运啊 没什么好抱怨的 命运 难道命运就不能改变吗 当然可以了 刚才那个妇人 原本家里 原本家里也很穷 是找翡翡翠菩提叶的 不是空手而归 就是死在那里 我可不能让你去冒险啊 爸爸 爸爸我已经下定冒险了 我一定要去找翡翡翠 如果找不到 我也不会回来见您 哦 就这样 墨翡翰 又让他去北方 让他去北方 寻找翡翠的道路 他翻山越岭 速西而上 终于找到了一座盛产翡翠的山头 哎 前面好像在挖矿 大哥 你们在这里挖翡翠吗 是啊 在我们挖出来的矿石里 运气好的话会发现翡翠的 我终于找到可以挖翡翠的地方了 大哥 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吗 那个人是这座山的主人 你去问问他吧 嗯 大哥 谢谢你 莫汉见到山主后向他表明了来意 请您让我留下吧 好吧 小伙子 你就留下来帮我挖矿石 做得好的话 年底我会付给你一颗矿石作为工钱 矿石就是翡翠吗 小伙子 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矿石被一层沙土包着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如果你不愿意做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愿意 莫汉留了下来 他每天都在山上挖着矿石 挖矿的工作十分危险与辛苦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山主让莫汉选一颗矿石当作报酬 小伙子 一年了 小伙子 一年了 我说话算话 你选一颗矿石带走吧 哇 这么多呀 老板 我要这一个 好 那颗矿石是你的了 莫汉本想带着矿石就回家 但一想到 如果千里迢迢带回去的矿石 里面若是普通的石头 那父亲会有多失望啊 因此他又留了下来 一年后 又得到了一颗矿石 矿石中含有翡翠的机会 也许只有万分之一 莫汉为了多一点 获得翡翠的机会 埋头苦干了十六年 十六年后 莫汉拥有了十六颗矿石 他决定带着这十六颗矿石回家 你今年准备回家了 是的 我在这里坐了十六年 得到了十六颗矿石 我相信这些矿石里 会有一块翡翠的 我想回家盖建房子 陪一陪我的父亲 好吧 不过你带着这么重的矿石 走远路 也太不方便了吧 不如我帮你把矿石敲打开来 是石头你就扔掉 是翡翠你就带走 好啊 于是山主将矿石 一一敲打开来 第一颗是石头 第二颗是石头 第三颗还是石头 一零十四颗全都是石头 你的手气太早了 最后这两颗矿石 算你卖给我好了 一颗石头的钱 够你路上的盘缠 还有一颗石头的钱 如供你回家盖一间房子 老板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 我只卖一颗矿石 剩下的那一颗 我要带回家 让我的父亲看一看 好吧 于是 墨翰拿着这些钱 和仅剩的一颗矿石 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当墨翰路过一个市集时 有个小贩正在叫买蜥蜴 蜥蜴 大蜥蜴 便宜卖了 你看 它不会咬人 很温顺的 这只蜥蜴真丑啊 算了 我不想买的 小伙子 你要买蜥蜴吗 这种蜥蜴 应该生活在树林里 你为什么不放它回树林 你买了 就能把它放回树林 也可以用它的肉熬汤 好 我买了 墨翰买下这只蜥蜴后 便将它带到树林放生 没想到这只蜥蜴 却不肯离去 总是陪伴在墨翰身边 并且和它一起回到了家 太好了 终于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到家了 当墨翰想拿出那颗矿石 给父亲瞧瞧时 却发现袋子里的矿石 竟然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我的儿子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 爸爸 你快来看 我带了一颗 可能是翡翠的石头回来 啊 我的矿石呢 我的矿石怎么不见了 儿子 别找了 你能回来 这比给我翡翠还要好啊 爸爸 这些年让您担心了 由于长年的劳苦与跋涉 莫翰生病了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你儿子的病非常严重 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那要怎么办啊 嗯 蜥蜴汤最捕了 我看 不如你把这只蜥蜴杀了 熬汤 给你儿子补补元气吧 不 不要杀他 爸爸 你答应我 不要杀他 儿子 你放心 我不会杀他的 爸爸 请您一定要善待这只蜥蜴 如果他不肯走 等他死了以后 就埋在我的身边吧 嗯 几天后 莫翰便离开了人世 莫翰死后 那只巨蜥不吃不喝 一直守在他的坟旁 没多久便骨瘦如柴 悄然死去了 莫翰的父亲 准备将巨蜥 葬在儿子坟旁时 无意中摸到巨蜥的肚子里 有个硬块 他剖开巨蜥的腹部 看到了一颗硕大的翡翠 啊 由于巨蜥未叶的腐蚀 矿石外层已完全剥落 露出了金银无瑕的翡翠 原来 这个翡翠菩提叶 还有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啊 这件宝物 见证了人与蜥蜴之间 最真挚的情谊 我想 这是它最宝贵的价值啊 鸡感恩德 救人命 人类为了贪恋美味 而大胆鱼肉的时候 可曾想到 那口中的食物 原本也是充满灵性的生命 可曾想过 它们与我们一样 能感受痛苦 惊慌和恐惧 人类可曾想过 它们与我们一样 也懂得快乐 幸福和美好 它们对生存的渴望 和对死亡的恐惧 也和我们相同 它们更与我们一样懂得感恩图报 在一个小乡村里 一位妇人在家里养了许多只鸡 母鸡是用来下蛋 而公鸡则是等客人来时宰杀艳客的 快吃吧 要多吃一点 长大以后就可以下蛋了 你这个家伙 总是爱抢东西吃 过几天 就杀掉你来请客 老婆老婆 你看是谁来了 哎呀 是张大哥来了 快 快进来坐 老公 张大哥今天要来我们家吃饭 你怎么没有事先告诉我 你看 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不用准备 我知道张大哥最喜欢吃鸡肉了 我们家里有这么多只鸡 等一下 烧吃最大最肥的 来款待张大哥就可以了 那你赶快去杀吧 不用麻烦 随便吃吃 就可以了 张大哥 你就在这里坐着喝茶 我去院子里把鸡杀了 冻锅鸡汤给你尝尝 老弟 还是不要杀鸡了吧 张大哥 不用客气 来我们家 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 但一锅鸡汤 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瞒两位 我现在已经不再吃鸡肉了 而且也不愿意看到他们 被人杀害吃掉 你现在已经不再吃鸡肉了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啊 过去我真的非常喜欢吃鸡肉 一直到最近我遇到了那件事情 有一天傍晚 我在山上耕种结束 准备下山时 突然听见路边传来了一只公鸡 恐惧的叫声 诶 这里怎么会有鸡叫声呢 出于好奇 我便朝着鸡叫处走去 结果还没靠近 就看见一只大公鸡 惊恐地从草筒里蹲了出来 而一只狐狐狸在他后面紧紧追赶着 原来他是遭到了狐狸的攻击 原来是狐狸在刷 那只狐狸很快地便追上了大公鸡 它猛地一哭将公鸡按摆在地 就在它张嘴要将公鸡咬死时 我赶过去用锄头将它吓跑 救下了那只大公鸡 死狐狸 看我的锄头 哼 还不快走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别怕了 那只狐狸已经逃走了 你和我一起回家吧 当时我打算将这只大公鸡 带回家杀死吃掉 可是我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因此我决定等第二天再把它杀来吃 于是先将它养在家里 今天天色已晚 等明天我再把它杀来吃 就让它多活一晚上吧 当天晚上 大公鸡就睡在屋里 到了第二天清晨 我突然被一阵鸡叫声吵醒 只见那只公鸡对着我 不停地拍打着翅膀提叫着 怎么回事 吵什么呀 我被那只公鸡吵醒后 便准备拿起放在床头桌子上的衣服 没想到 那只大公鸡却猛地飞了起来 朝我的手躲下去 好痛哦 你干嘛 那只大公鸡一直朝着床头桌上的衣服提叫 它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 那我的衣服有什么奇强 我正好奇的要查看那衣服时 突然一条蛇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蛇 他刚才是在救我呀 自从我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就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张大哥 这件事如果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还真以为只是个故事 鸡竟然知道报恩 这也太奇怪了 是啊 这种事情怎么听都像是个故事一样 是啊 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很难相信鸡会感恩图报 也正因为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才会对过去吃鸡杀生感到愧疚 并且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既然这样 那就不傻鸡了 今天我们就吃一些素菜吧 对 吃素菜好 客人吃完饭后 晚上便住在这户人家的家中 张大哥 今晚你就睡这里吧 好的 你也忙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没想到 睡到半夜 客人突然听到院子里的鸡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怎么回事 这些鸡怎么会在半夜乱叫 难道是遭到了黄鼠狼的袭击 哎呀 张大哥 鸡的叫声把你吵醒了吧 刚才院子里的鸡 怎么会叫得那么大声 是不是用黄鼠狼来偷鸡啊 我们也以为是用黄鼠狼来偷鸡 所以出来查看一下 可是却没有发现黄鼠狼 你听 他们现在不叫了 应该没发生什么事 张大哥 你快回去休息吧 嗯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可是 当他们三个人 刚要踏进屋子时 院子里的鸡 又大声地叫了起来 啊 他们三个人再次疑惑地回到院子里查看 怎么回事 今天晚上这些鸡是怎么了 难道这些鸡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张大哥 不会是因为今天晚上 我们没有杀他们 他们也要报恩吧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天遥地动 这户人家的房子 因为无法附和地震的晃动 屋顶整个塌了下来 天呐 如果我们这时候还待在房子里 那肯定会被活埋了 是啊 如果不是院子里的鸡不停地提叫 让我们起身查看 我们现在早就粉身碎骨了 是啊 今天是这些鸡救了我们呢 这些鸡真的知道感恩图报 太不可思议了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话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台湾救狗协会 明镜月 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公颂普门品 大悲惨 即慈悲诗史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7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普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